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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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介绍的 另外一个新的电子学的单元 是电晶体放大电路 那这个电晶体放大电路呢 它其实就是在谈交流的部分 在前面的单元呢 老师曾经跟同学介绍过 电晶体的直流偏压 那直流偏压呢 就是在谈到有关直流的部分 那直流的部分呢 就是先把电压加上去 接下来的这个单元 或者说这个章节 要来跟大家谈到的就是交流的部分 电晶体放大电路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大纲 这内容大纲呢 那单元一要跟大家讲的是 电晶体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在前面有一个单元 我们在介绍电晶体基本结构的时候 曾经跟同学谈过电晶体的放大 电晶体的放大 就是在谈电晶体本身这个原件它的放大 但是在这个单元当中要跟大家谈到的 是电晶体放大器 它的放大工作原理 那电晶体放大 它只是在谈电晶体这颗原件本身它的放大 是用什么样子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有曾经跟同学讲过 就是用IE把它分成 两个IB跟IC的分配量 来达到放大的目的 但是呢在这边要谈到的是 把这个电晶体拿来组成一个电路 我们称的叫电晶体放大器这个电路 要来谈它的工作原理 这是单元一要跟大家谈的 接下来单元二要跟大家谈的是 电晶体的交流等效电路 因为电晶体它本身是一个NPN的原件 或者说是PNP的原件 它是半导体的原件 那当它要跟它周边所组成的原件 例如说电阻电容跟它放在一起 要一起来工作的时候呢 那我们必须要先把这种半导体的原件 要把它等效做出它的等效 所以第二个单元呢 要跟大家来谈这个等效 把这电晶体等效成一个 能够跟电阻或者说是电容 他们放在一起来计算的这样一个电路 那接下来后面的三个单元 就是单元三跟单元四跟单元五 那就是在呼应前面电晶体直流偏压 所要讲到的内容 电晶体直流偏压呢 所跟大家谈到的就是 供设几放大电路啦 它的直流偏要怎么加啦 供几几放大电路呢 它的偏要怎么加 供几几放大电路呢 它的偏要怎么加 那我们在后面这三个单元呢 将要把在前面那个章节所讲过的 直流偏压的所有的电路 全部再把它重新再拿出来 用交流的角度去把它做个分析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要跟大家讲到的整体的这个内容 所以后面的单元三四五 将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这个单元 因为要把整个第五章 或者说是前面那一章 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呢 要全部再把它拿出来 再做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交流分析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单元一 电晶体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好 这里面呢要跟大家谈到两个part part A 一之一 要跟大家谈到何谓交流小信号分析 其实这一张 在以前比较旧的电子学的版本 就称它叫做电晶体交流分析 或者说这个电晶体的交流分析 分析它的电路 所以我们先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交流小信号分析 part B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电晶体放大器的放大原理 到底这个电晶体放大器它是用什么样子的观念去把它做放大 在它的电路我再强调一次 在这里不是谈一颗单一的电晶体放大原理 是谈用电晶体所组成的放大器 它要什么去做放大的这个放大原理 跟前面的章节所讲的是有点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part A 何谓交流小信号分析 那其实这个章节它所谈的是谈交流分析 那为什么它还要再加小信号三个字呢 它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交流分析 那什么叫交流小信号分析 好这是一个电晶体三个集 B1C三个集 那在前面我们曾经跟同学谈过 电晶体的输入一定不会再集集 不会再吸集 因为呢电晶体的吸集面积做的很大 而且呢它的掺杂的浓度是非常的低 所以呢我们不会把输入放在这个集集 一定是在B跟E 就是在G集跟射集这两端 所以呢这个集集就不是我们目前要讨论的一个对象 好那现在我们把焦点集中在电晶体的B跟E 那B跟E这两集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好像是一颗二集体 以目前同学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个NPN电晶体来讲 那B集呢是属于P集 P型就是P型半导体 那E集呢是属于N型半导体 所以B跟E的PN 其实在它的特性上 就跟一颗二集体是完全一样的特性 好那这是我们在 前面介绍二集体的章节的时候 有曾经跟同学看过的 这是二集体的特性曲线 那请同学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所在荧幕上目前看到这个二集体的特性曲线 它是被理想化 就是说当它的VD 在0.7的时候 它突然之间倒通 然后呢 造成一个无穷大的电流 那事实上 这个VD它并不是这样子一个特性 我们等一下来看它实际的特性 好那现在呢 那当我们把电晶体的B跟E当成是二集体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原来的VD换成VBE 原来的ID换成IB 这是一样的一个东西 好那现在呢 假设我们把偏压加上去 这是在电晶体的偏压电路里面 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偏压 RB 然后从VCC这边加下来一个偏压 留一个偏压电流IB 当然底下仍然有一个VBE的电压存在 好这是蓝色这条线是实际上电晶体 或者我们说是二集体的特性曲线 或者说电晶体的BE之间的这个曲线 那从这个曲线上我们可以看到VBE 其实它在慢慢增加的过程当中 它就已经有IBE慢慢的增加了 所以并不是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VBE呢 一直增加然后突然到0.7的时候才上升 实际上它并不是那样 那是因为我们在计算题目的时候 为了让同学在计算题目上面 方便所以呢把它理想化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 好那当我们现在把偏压加完之后 加入一个交流信号 好这个交流信号 加上去之后 同学看底下的BE 我还要再强调一件事情 电晶体的BE0.7不是一个永远固定的电压 那个0.7其实它是会有变动的 你如果把电压加大一点 它的电流会强一点 这是二集体的一个特性曲线 那当然现在应用在电晶体身上 也是跟它完全一样的这个特性 好那现在呢如果我们把BE做改变 好这个时候呢IB是会做改变 从这一个蓝色的这一条特性曲线上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性 好那现在呢 我们要放上去的 目前放上去这个是一个绿色的 我老师故意用两个不同颜色 这是绿色的一个图形 好那我们现在再放另外一个 把信号稍微再加大一点 好把这个绿色的把它拿掉 好现在我们换一个红色的 这个红色的信号比刚才来的更大 好这时候我们发现 从特性曲线对应出去的IB 同学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它失真了 它的正半周变得很高 副半周变得比较小 好所以这个原因造成的原因 就是因为电晶体的BE 或者我们说二极体也可以 它的电流方程是IB跟这个VB 它并不是呈线性关系的 而是呈指数关系 所以当我们在刚才绿色的波形当中 信号小小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IB出去的波形 就不会失真 那当这个信号只要你把它加大 一加大 你会发现它就会进入一个非线性区里面 那放大出来的这个IB 它 这其实也还不算放大 应该是说IB它所对应出去的 它就会变成一个 没有在正负半周对称的这个波形出来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失真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去掉 再回到刚才 同学所看到这个绿色这个小的信号 好你会发现它就没有失真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称这个章节叫做交流小信号分析呢 因为我们所讨论到的电晶体 只能用小的信号去做放大 当然同学会问另外一个问题 那如果信号很大 我们要听很大声的话 那要怎么处理呢 那在过去电子学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章节 叫做大信号放大 那是用大信号的方式去处理 就不是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所要做的工作了 好那这一个part 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 它的重点就是要告诉同学 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所谈到的 就是有关交流分析 那因为这个交流分析 它的信号是要在一个小的范围内 才不会失真 所以就叫做交流小信号分析 那这个part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